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猫德州 现在大猫从2块5块10块25 现在达到了50美金 可以稳定盈利 给大家看一下 从11月1号到7号 德州扑克 一共打了496 大猫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打2块 然后一个月升到了5块 然后升到了10块 然后升到了25 然后升到了50 我的目标是打到200 去打机箱 要不机箱 那个降级打50 跟我们打的也可以 看机箱比较搞笑 我想跟他一样 然后录一下这个视频 也检验一下 看我多久可以占到100 200 可以稳定盈利 我这一路打到50 还是挺曲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从那个12月 11月1号就开始打50的 然后就跑得不算好吧 但是一直在盈利 一万手牌的时候 到两万手牌的时候 就是拉锯特别大 这基本上是250 是55个买入吧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跑得非常差 就心态有点炸 就是每次你打对了 但是都被对手逼逼 就很烦 然后就到了三万手牌的时候 基本上就回归了正常 这段时间跑得比较好 然后引到了1400 1400是 50的话是 1000是20个买入 25个吧 等于2500个BB 然后到了四万手的时候 有一个 跑得会就比较好了 最多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 应到了 2000 2000 2000 是40个买入 是4000个BB啊 最高到4000个BB 这个时候 白手10BB啊 NL50 白手10BB 这个战机 应该算不错 这个战机应该算不错啊 然后到了五万手的时候 就是跑得非常好了 2500 2500 50多个BB啊 可以稳定 白手10BB 这个 有需要 NL50 或NL50 以下 然后复盘的朋友 可以留言给我 咱们一起探讨 怎么样 才可以 一路晋级 NL50 以上 这个 就 打不倒了 现在NL50 只打了一个月 现在应该是在上风期 不知道 遇到下风期会怎么样 NL10和NL25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 遇到过一个大的下风期 输了 30多个买入 那种 AKK 翻前 就必须all in啊 都不敢打翻后啊 翻后BBB 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问题吧 那样的 有好多个 就是 让你精神上 就会 很混乱 然后让你怀疑自己 还是要多学习啊 这个 后来可以 跟我留言 然后 加入我的群组 我们一起探讨 NL50以下 怎么战胜这些对手 可以稳定盈利 欢迎大家 收看我的频道 希望给我三连 给我点点关注啊 到了 一千粉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抽奖 谢谢大家